HELLO 大家好 我是冰的 看片头就知道 又是什么IP 惨造垃圾化了吧 你或许不相信手游上有什么好作品 但永远可以相信 厂商创造下限的可能 一拳超人 正义执行 开发商是中国的魔牛天下 发行商是大名鼎鼎的腾讯 当你掌握了市场通讯 不管是什么样的垃圾 都是非常方便推送的 而IP授权都是与中国的 漫台游戏合作 前一款是死神IP 境界斩魂之刃 一款拥有超高品质的游戏体验 开测后获得B站高人气评价 3.8分 忘了说 满分是10分 而另一款就是台版最近上架的 暴走兄弟 疾风奔跑 我也不知道那款会多快凉去 不过看了一下目前的营收 足足有2000万的韭菜粒 看来再充个半年 并不是问题 真的不论再怎么样的垃圾作品 在信仰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 而这一款异拳 当时我在影片开头有说过 不知道会不会先对外上架 结果反倒是入版先上了 如果你想玩也别急 我相信某个专业引进垃圾的艾瑞尔 肯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很快就会康英顺的与各位见面 看你是想抽PS5还是勾勾勒 记得去预约 到时候再搭上异拳第三季的动画档旗 肯定能让厂商一波高歌离席 而游戏跟大多数的垃圾作品差不多 都是将所谓的经费燃烧在动画上面 然后再把这动画各种剪辑当广告用 游戏中部分的Loading转场 还是直接使用第一季动画的风格 如果你没看过的话 稍后可以去复习一下 真的是直接把版权利用的很彻底 而过场的3D动画 跟游戏的实际画风也完全不同 一开始让你感觉好像蛮有一回事的 然后一个黑幕转场 直接将你打回现实 让你感受疫苗人这毁天灭地的破坏力 然后后面又直接用了原版动画的素材 然后光看这个游戏界面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吐槽了 这真的是2022年应该有的游戏水准吗 隔壁的一拳至少还知道割韭菜要装一下 你倒好不装了直接摆烂 右下角的图标已附从大众素材包买来的 而且做了看起来很有仪式感的大厅 但也不能拉近观看 人物就呆呆站在那边纯属摆设 有跟没有一样 让我想起了以前主管都会要我们做那种假造势 专做一些看起来没意义的事情从场面 相机的爱情 未来有机会我再介绍什么叫做 可以到处看的大厅美术水准 那我们直接来看角色吧 目前角色数量不多 看起来也只有买到第一季的版权 我是觉得未来也没机会增加了 原厂如果还敢继续授权其他角色给厂商二稿 那肯定必须是给的够多了 这两个吉诺斯只差在服装上略有不同以外 SSR跟SR的格调完全没有做出差异化 真的是省足的成本 要不是我知道这是一拳超人的IP改编 不然这种MLO传奇风格的套皮美术 玩的每一秒都是在浪费时间 但有一说一 这次的美术品质 真的是完全碾压那款极具创新美术的死神了 不过这个UI界面就不知道是从哪边剪下贴上的 你就算是放在其他的换皮游戏上也没有任何冲突感 而其他角色因为是锁定的 我没有机会挖出来吐槽 不过我可以从别的战斗教学中找到龙卷 等一下可以给各位闻香 而战斗方面采用了被厂商作烂的AUTO放置回合制玩法 整体也跟那款死神一样 可以无意义的转动视角 右下角的技能看似有三格 但中间有一个是被动 单纯来凑数的 实际上只有上下两格可以点 可能厂商也知道做的烂也没差 反正让玩家AUTO就好 并不需要花心思认真做设计 而当右下能量满的时候 就可以发动只有特定角色才能施放的 强化版奥义 让你看看这超高水准的五毛特效 吉诺斯 你还好吗 那我们转场看一下龙卷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 他的发射对了 眼神对了 身材对了 服装对了 但人看起来就是怪怪的 空有外皮 但丝毫没有一点灵魂 他就只是厂商 不带任何感情制造的炼财工具罢了 我似乎都能感受到他荧幕内的无声哭诉啊 乖 不哭 等一下我就卸载让你自由了 课金方面就不列举了 你完全不用期待他会是什么佛星游戏了 不过还是想喷一下 这美其名说是送百抽 但就是让你抽100次选一次 这在目前其实也很常见 就是让玩家减少刷手抽的时间成本 但各位看看这抽奖结果 只有最后一次会出SSR 所以实际上你根本没得选 然后还必须等到隔天才能领 厂商是觉得自己能有几个明天呢 结论 万物皆无常 有生必有灭 IP皆有用 有套有钱赚 毁灭IP从来不需要任何理由 只需要它具有商业利益 能将垃圾变现为黄金的价值就足够了 这换皮游戏开发出来 从来就不是要给玩家玩的 因为厂商知道 只要买IP套上去 不论怎么样的垃圾 还是会有人往实力课金 深深不惜 永无之境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Minde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欢迎订阅